欢迎回来 继曝光中共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罪恶后 12日纽约时报再次聚焦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 他们找到去年轰动美国的万圣节礼品盒求救信的作者 披露更多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 去年一封藏在万圣节饰品盒中的求救信 在穿越千山万水后 到达了美国俄勒港居民朱利叶·凯斯的手中 控诉马三家劳教所的残酷迫害 引发轰动 6月12日纽约时报采访了这封求救信的作者 一名47岁的法轮功男学员张先生 张先生披露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偷偷地写过20封这样的信 信中描述他们被迫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一周七天以及更多的酷刑虐待 这是继曝光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罪恶之后 又一个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例证 中国政府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 它完全是超越法律之外的 就是你只要套上法轮功这个名字 你就可以随意地去镇压 去凌辱啊 去施以酷刑啊 人权团体批评 中共破碍法轮功犯下的罪恶 已经超越人类底线 人们不能再麻木 胡佳也呼吁 罪恶的中共劳教制度必须要彻底废除 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必须要停止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